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序利亚、伊朗 与贸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会谈之后表示 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紧张问题可以切发解决 星期一奥巴马在墨西哥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 奥巴马说双方都认为有必要争取结束序利亚的暴力 奥巴马说他们两个人同意 序利亚需要结束暴力冲突在政治上采取措施避免爆发内战 与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见到的大量人命丧生情况 普京就表示他与奥巴马在序利亚问题上找到了很多的共同点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序利亚民友 并保护序利亚总统阿萨德免受联合国的制裁 在伊朗问题上奥巴马说他与普京在解决核僵局的方式上立场一致 并表示目前还有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奥巴马和普京是在密西哥度假盛地洛斯卡遇斯进行会晤的 :"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